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快过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置办新衣的打算 新年新气象 可以买件新衣服靠劳一下自己 可以看一下我身上这件来自 今天说的这双就是来自361的狂标 先说一说鞋盒 就整个平面的这些设计 让我有些恍惚 这还是2022年初的鞋款吗 鞋盒上面非常简单 一个狂标和manus 它的意思名词来说就是威胁 或者是威胁的人或是 狂标是变形金刚里面的反派人物 它其实是属于狂派霸天虎的成员 整个鞋盒表面的这种设计 或者说概念 也是有一点致敬的感觉 希望你穿上这双鞋之后 能够在球场上变成一个对对手有威胁的人 那说到这双鞋主打的概念 我就得说一说 我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双鞋的 其实是361的一篇推文 上面写的大概就是说 狂标这双鞋是361主打贴地 提供快速启动的一双后卫鞋款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双鞋穿着的感受 还有各方面来说 有可能达到或者是接近亚瑟士的感觉了 贴地这两个字其实就非常吸引人 再就聊到今天的主角 这双361的狂标 首先整个鞋拿到手上来说 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元素 非常的361 比如说它整个鞋面这一片的处理 还有鞋后跟这块的处理 非常像是361之前出过的一些鞋款上面 比较经典的元素 整个鞋面大面积采用了这种皮皮膜材料 剩余的部分就有不同的材料 做了一点点的点缀 鞋头这里有361的标志 同时这里又有行小字 两只脚拼在一起看的话 Hard work beats talent When talent doesn't work 我说了但又没说 后跟这个地方又有一块非常大的 蓝色透明的TPU片 也有行小字 Matters 然后Design for Speed 透明质感的TPU膜下面 有一个象征了速度的转速表 然后鞋内称这里 在后跟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海绵填充 接着再来看看它的整个中底 全掌采用了Q弹超材料 三轮非常经典的一款中底材料 前掌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橡胶的上翻 同时这里又有一点小的TPU上翻 足弓这也有一块小的TPU上翻 中底其实是有一块大型的TPU片 提供了抗扭 还有足弓支撑 还有外侧的支撑 其实外底的感觉 有一点像是掏场的跑道 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错地方 这个橡胶也是有两层 就是你把表面这个磨完之后下面其实还有一层 然后中间这块有一点点小小的镂空 露出了一点点的TPU片 又露出了一点点的中底 在后跟这里也有一个呼应主题的Matters 整双鞋外观的部分其实就这么多了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双鞋的一个实战表现 说实话它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先说一说它的包裹好了 这次它的鞋楦其实收的是比较紧的 通过前掌这一片的角度 大家也能感觉得到 特别是在361标志这块 差不多是一条直线收进去了 宽脚朋友穿着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适 再来到它整个鞋带这一片 非常非常普通 没有任何小心思小设计的一个鞋带孔 并且这些鞋带孔之间的间隔其实是比较短的 是不是可以把最前端的这个再往前提一点 因为前面这一片空间有点长了 最后面这三个连着的鞋带孔 能不能再往后移一点呢 这双鞋它也掉根 这双鞋掉后根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归结于 鞋带孔有点太靠前了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比较低帮的设计 后跟这块非常肿 非常大的这块材料呢 整体的角度其实比较竖直的 即使它在里面这一片 加了一个大块海绵填充 它加海绵其实就是一个心虚的表现 没有出现掉根情况的鞋呢 后跟的这个海绵填充 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内衬 所以这双鞋在我第一天穿着的时候 我觉得它掉根情况非常非常严重 在第二天磨合开了之后 我又去打了一下 会稍微缓解一些 那这个问题跟它的重量也有关系 单只的重量 作为一双低帮后卫鞋 470多克 鞋脚意体性不好 再加上它重量很高 就会导致这双鞋不太好穿 还有一点呢 因为它是后卫鞋款 整双鞋给你那种感觉 就是你可以放肆的去做动作 但是它选的这个批拼膜材料 那它和脚面贴合的程度就会比较低 在你往前登地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以我正常的脚背高度来说 它没有非常强的压迫感 那这个鞋面有没有好处呢 强度非常高 侧向支撑是非常稳定的 正侧方的一个移动 首先是它鞋面强度够高 再加上它正侧方这个地方 有个非常大的凸起 可以给这双鞋提供一个 非常强力的侧面支撑 同样这个大的突出 还提供了一定的防侧翻能力 这个脚的支撑力是非常非常够的 当然也外加上面还有一层TPO片 还有很多材料给你做一个支撑 正侧方的支撑是非常OK的 可是我一直在讨论的是正侧方 一旦发生一点点小的角度变化 这双鞋的危险系数就会稍微有些提升 这双鞋不仅是整个鞋面收得很 中底加外底在前掌这个地方收得也是蛮狠的 在前面这块等于是一个尖溜溜的一片 同时还有一点点的材料的外露 我手去捏它 它都会有一定的形变 一旦往鞋前方做刺探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定危险概率的 当然在我穿着的时候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还有就是它的后跟这个部分 开放式的处理 这点也不用我多说了 特别是在外侧 加上它这个材料也是比较偏软弹的 即使你做了一定的上翻 这个危险的系数其实也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双鞋的安全系数看似很高 有些东西不能细琢磨 特别是这个我们就叫它防侧翻角的位置 因为它主打是贴地 我很好奇的拿这双鞋和最近穿着的几双 比较贴地的后卫鞋款 做了一些比较 在近期发售的鞋款当中 无论是价格还有位置 各方面能够有一个对比的 其实是闪击第八代的团队版本 当我左右脚各穿着一双鞋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说这双鞋是团队版 但是依旧它整个结构 是和高端版本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防侧翻角 你可以看到和这双鞋相比 是比较偏上的 从它鞋底的角度 它整个前掌的最宽点 是比较靠上的 这双鞋上面来说 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宽的点 其实是比较偏厚的 说实话 在我打的两天过程中 这双鞋在场面表现 其实是蛮OK的 并没有特别危险的情况 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跟打法有关系 穿上这双鞋之后 说实话并没有感觉到贴地狂飙 寒舍起步的感觉 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 如果说是专门为后卫打造的话 那侧的橡胶没有上翻 外长的设计 单看其实觉得设计感蛮强的 它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个线条而已 这非常简单的 在我打的这一小段时间里面 它已经出现了一些 不太耐磨的迹象 并且我觉得这是设计上的缺陷 贴了一个361的标志 所以在这些断层面 它就会出现有一个小块的凸起 那这个小块的凸起 就是最容易被磨掉的点 同样整个鞋的纹路 也并没有比如说做横向 或者是鞋前方一些角度的设计 那自我安慰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这个纹路 是有双层设计的 当你把上面这层纹路磨掉之后 下面还有一层可以给你磨 在外加361本身橡胶外底的素质还是很高的 所以在冬季外场非常干燥 多灰的情况下 它没有出现打滑的情况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双鞋的中底的表现 这点也是这双鞋上面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首先说一说它的抗扭 大面积异形的TPU片 说实话它整个抗扭的表现还不错 它弯折点也很合理 因为是X型的结构 所以在各个角度上面的这种支撑表现也非常棒 后跟的港宝支撑也很够 整个中底的Q弹超表现后跟比较厚 我觉得对于后卫来说有点多余了 前掌的感觉有一点奇怪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是做了一个断层的感觉 前面这一片还算是贴地 但在它这一片就是植骨下方 再简单点说 就是平常耐克会放Zoom气垫的地方 整个脚发力过度的一个区域来说 它的厚度其实就没有那么薄了 你知道再说回刚才 为什么我觉得这双鞋我穿着期间并没有什么太多危险的感觉 因为这双鞋鞋脚异体性不好 所以我在球掌上面穿着的感觉 就是我不能很放松很放肆的大胆去做各种动作 因为这双鞋给你提供这种灵活的程度也不太好 首先就是它整个鞋底是一个平面 这点就不用多说了 再加上它整个前掌这一片的 我觉得设计的逻辑稍微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要是专门为后卫打造 你要牺牲掉整个防侧翻的表现 我觉得是OK的 你可以把这个小疙瘩 你可以取消掉 虽然很容易侧翻 但同时它的灵活度也变得非常高 但是你在前掌这片收的这么狠 看似增加了一些灵活度 但是又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非常突兀的小疙瘩 你在球场的灵活度又下降了 所以整个穿着的感受说实话有一点点难受 我说的这些点 其实就是我在这半年当中 穿着一些非常贴地 或者是鞋脚异性非常高的鞋款 得出来的一个小的总结 那这些鞋款有亚瑟士的Jall Hoop的低帮 学名叫Glide Nova Flatform第二代 这是我整个暑假 在上海穿着次数最多的鞋款 闪击第八代的反对款 其实这双鞋买来的目的 本以为是它能够解决闪击的正代上面 后跟不稳定的情况 也没有非常完美的解决 但是依旧是一双非常顶级 且它的性价比重量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一双鞋款 其实单以这三双鞋来比的话 说实话361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所以鞋比较关键的几个点 对于我来说它的贴地感是非常重要的 那贴地感第一名肯定是亚瑟士 基本上穿过人都知道 那排在后面的就是这双八代的团队款 并且在内侧有个合理的开槽 前掌就是Light Foam 和这双鞋一样 它们材料选的都是比较普通的硬质EVA 其次就是这双361的鞋子 单从内侧的比较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些材料的厚度是有所区别的 那除了还贴地形 我们要说出它的包裹 那361这双无论是材料 以及它的鞋楦都不是最好的 包裹感这个事情就是见仁见智 因为每个人的脚不同 然后大家的穿着感受也不同 那接下来还有值得提的点 肯定就是它的抓地 以及它的重量 那这两双鞋也不用多了 是经过长期的一个穿着体验 它们的水平都是非常顶级的 这双鞋其实从纹路设计上 我觉得就已经输了一半了 再聊到重量 这两双鞋其实都是400克以下 这双鞋不仅仅是四字开头 它来到了470多克 也就是将近500克的一个重量 其实我觉得这双鞋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水平 没有太多的亮眼的地方 但是宣传和营销就是一把双刃剪 主打贴地 你主打这种速度感 我们当然就以这一类鞋款的标准 来看待这双鞋 所以这双鞋单说在后卫鞋款 或者说这种比较贴地主打速度的鞋款里面 真的有一点拿不出手 无论是穿着感受 还是它各方面数据来看 都不是特别的亮眼 这时候突然感觉鞋身上这句话还挺讽刺的 这句话感觉就像361最近出的产品 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这样 几个鞋单跟你没完 我们下期再见